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学生 上班族 男性或女性 包包里几乎都会摆支随身碟 以备不时之需 以前的随身碟有这么大支 储存容量非常小 像这种32M 64M 512M根本存不了太多资料 更别说照片或影片了 这些随身碟现在看起来会觉得是古董级的资讯产品 市面上已经不可能买到它们 但在当年它们可是很时髦的产品 可以用好用的随身碟 一般人只在乎它的储存量是不是够大 其实应该在意的是 你的档案储存在里面是不是够安全 会不会手一滑不小心掉在地上 辛苦打好的报告就毁了 或是好不容易完成的公司重要专案 存在随身碟里 被人拿走迅速破解密码取得资料 搞砸了公司生意 这些都是比储存量大小更重要的问题 台湾科技业者早就想到这个问题 在随身碟里提供了最严密的资料加密功能 今年入选台湾精品奖的创建资讯 开发出的硬体加密技术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产品 一般的随身碟采取软体加密 输入一组密码来控制资料的安全性 这只要碰到稍微有点程度的骇客 马上就能透过软体演算把密码破解掉 硬体加密因为它的演算及逻辑都在硬体内部 骇客看不到 不至于被骇客破解 我们的产品是包括内容的部分 包括Password都加密 而且是最高等级的256的AES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实用的控制IC 它本身是经过美国国防部的规范 就FiPS 140-2这个规范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通过美军的一个严格的标准的 256位元的AES硬体加密技术 通过美国国防部的标准 保密等级跟美军一样 那个规范主要是因为美军它内部有一个很严密的一个测试的规范 包括你写入 你是怎么写入的 写入之后你的资料要怎么摆放 是怎么打散的 打散之后呢 怎么样再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密码 你这个密码放进去 要放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容易会被一些骇客 容易把这个密码截取出来 对 所以它有一个很严格的规范 这支随身碟强大的保密功能 也能防水防震 不小心打散水也不会伤到资料 这些功能让它目前已经成为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必备的资讯产品 随身碟内部建入独家软体 把随身碟分配出加密区和公共区 这么一来 机密资料放进加密区储存 一般资料放在公共区方便读取 就不怕随身碟一插入笔电读取 资料全都漏 那我插进去 我只是它一个资料丢给我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全部都是加密区 我就必须在别人的电脑输入我的密码 别人也看到我在输入密码 这个就不合理了 既然要做自然 就是从头到尾 我们都必须要安全要做好 所以这个时候别人给你的资料 你就直接丢到这个公共区这一区 就是公共区就可以了 那加密区别人看不到 而且你也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输入密码 能够以这么普及 而且常见的电子产品 拿下台湾精品奖殊荣 厉害的地方当然不止有这样 现在正在开发的新一代随身碟 连清除资料的功能都提升到最高等级 确保你把公司机密资料清除时 完全清除干净 让有心人不可能把资料找回来 这个产品我在紧急的情况之下 我要把里面的资料清除掉 那这个就会有实际的这种状况 譬如说军方单位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在这方面 我们以后会在这方面做一些更多的研究 可以让它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把资料清得非常干净 那譬如说让你的对手 或者是敌方单位 拿到之后根本无法把资料再做复原 外观的设计也走向精致化 这是刻意采取的设计风格 因为精致的材质和耐看的样式 才能让商务人士拿出随身碟的时候 彰显某种程度的专业度 也包含了品牌经营的独套考量 我们的产品一旦正式上市之后 我们的生命周期都很长了 因为它是一个终身保固 那如果我们做一些跟着潮流在做 譬如说一单就只能总共生产 譬如说4K 100K 那之后客户要拿来跟你维修 要跟你换 你根本不会有东西给他换 譬如说他送修一个狗的公仔 你总不能换他一个兔子的公仔 除了随身碟 行动硬碟也是资料储存的好帮手 热爱摄影的人通常会买个ETB的硬碟 把摄影作品通通沉进去 行动硬碟也是创建的强项 一般行动硬碟最怕的是震动 造成资料回损 它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用的是符合美军标准的三层抗震系统 当然这在美国市场也是大受欢迎 提升了台湾制造的形象 客户看不到的 但是是最重要的 就是内震 就是内部的一个橡胶来做防震 所以你看到尤其是四个角落的地方 我们会特别加强 再来的话中间这一层是塑胶壳 它做基本的防水防震 这一部分 再来的话最外部我们再加上一层 就是外震 所以形成这三层的结构 在防震上面都不会有问题 怕大家备份资料时太麻烦 现在已经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按一个键就能快速把资料备份传输完成 算一算 烧录一张DVD影片 大概只要一分多钟 相当快速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最快在今年底 明年初市面上就会出现更高速传输 而且耐震的新产品 那其实到年底或明年又会再更快 对 因为我们目前用的这个硬碟呢 现在都还是SATA2的规范 那到年底的话呢 它就会到SATA3 那现在的其实这个行动硬碟 现在的速度的瓶颈在硬碟 因为它已经到USB3 如果你是玩家或专业人士 固态硬碟一定是你们心目中 最理想的储存资料产品 在产业界深耕多年 陈仓义不会延 这个产业未来真正的趋势是固态硬碟 目前台湾厂商也可以把固态硬碟 做得这么小 这么薄 开机和程式开关速度也极为灵敏 备份一个4G的档案只花56秒 速度惊人 而且还非常省电 因为同样的资料量在做传输 那固态硬碟很快就结束了 那硬碟要很久 所以我们以固定资料量来看的话 所以固态硬碟省电 更重要的关键是固态硬碟完全解放空间 你想要做多大的平板 多轻薄的笔电 固态硬碟都能够有符合它的规格 重量又轻 陈仓义说 笔电和行动装置 未来大概都得改用固态硬碟才行 这必然会是科技产业的另一个重大变化 因为硬碟呢 它是一个机械结构 它需要外面有一个铁壳保护它 它既然是铁壳 第一个它就重 第二个 它的形状没办法更改 那固态的来说的话 那不是 它本身根本没有机械结构 所以不需要给它一个外壳 你只要它能够固定就可以了 在一个PCB板上去就可以了 资料储存是每天要做的寻常动作 这个需求足以撑起一整个产业 平板电脑兴起 驱动产业持续往前迈进 相信台湾业者的金头脑 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方便 而且好用的储存产品 看了这么多先进的科技产品 不禁要为台湾业者的创新能力 赶到赞赏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创新的产品推出 让商业活动便利又更有效率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亚倩 梦想极权揭录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